小明的成绩一直退步 爸爸很担心 就问你为什么一直退步呢 小明很小声地告诉爸爸 我这个叫做以退为进 这是一种战略 你不要告诉别人 爸爸讲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放心 上了年纪的人不会怕鬼夜 最怕的其实是睡夜 因为鬼夜不会伤人 但是睡夜绝对不饶人 小明考试考得不好 回家呢 爸爸看了就揍了他一顿 他向妈妈告状 有人打你的儿子 你会怎么样 妈妈立刻回答 谁敢打我的儿子 我就怎么样子打他的儿子 结婚多年的男人 看到老婆洗完澡出来 这个时候跟新婚的时候相比 感觉有什么不同 答案是 春气发还在 人来鸟不惊 最近家里附近多了很多的野狗 常常半夜叫得不停 造成我严重的失明 上个礼拜去看医生 拿了安民药回来 几天后回诊 医生就问 黑眼前比上次深很多 安民药没用吗 这个人回答 我每晚都去追那一群野狗 好不容易抓到一只 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吃 那医生就讲 你等我一下 我帮你转精神科 人家写作文 我现在才知道 当年李白也是一个房屋 买的居然是一套烂尾楼 有诗为证 床前明夜光 应该是没有窗子的 应该是没有窗子 疑似地上栓 原来连门都没有撞 几头望明夜 屋顶可以看到明夜 几头失故乡 李白到了长安 他才会想到他自己的故乡 就是说很受伤 有一回我不是跟大家讲 有人注解是这样的 床前明夜光 床前的明夜小姐 头望光 疑似地上霜 原来看那个小姐的皮肤 非常的白 就像霜一样那么白 举头望明夜 我抬头看着明夜小姐 第一坨失故乡的老婆 就是想说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心里在那边挣扎 老师把小明叫到了教室外面 老师讲 你的作业做得怎么越来越刹那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小明讲老师 等我找一找原因 下午再告诉你好吗 老师说好吧 下午的时候老师又把小明 叫到教室外面 老师问 找到原因了吗 小明说找到了 我爷爷说 作业越难越难 他也没办法